贾静雯一家五口千万豪宅曝光!拥有超大阳台还能在家眺望101秒难怪越活越年轻了! 在女人一生中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第一段婚姻里贾静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而在第二段婚姻中贾静雯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在和修杰凯修成正果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布布和小伯妞 现在专心做妈妈和妻子的她,在脸书经常晒家居生活照,千万豪宅也随之曝光,难怪网友都大呼,难怪女神过得越来越年轻了! 豪宅在装修设计上和餐厅结合,现代简约设计,落落大方! 没有过多的装饰,在走廊的照片墙是一家人的照片,整体非常有价的温馨感! 虽然修杰凯相比贾静雯,名气没那么大,但是从贾静雯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对她的好和爱了! 而童房,大大的落地窗,低矮的沙发,整个空间明亮通透,是墓地板让孩子无忧无虑玩耍! 修杰凯陪着在认真学习的布布,想不到布布一下子就长这么大了! 贾静雯在家里为女儿布布布布置过生日摆满了装饰的气球,还有精致的小蛋糕! 可爱的小公主也是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在装修设计上,家中很多家具采用的都是实木,更加环保! 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吃饭的场景,难怪贾静雯现在笑容越来越多了! 在家具布置上,深灰色沙发与后面的这五柜箱搭配萌猫图案暴震显得这两个小公主越发可爱了! 小女儿的房间,在装修设计上,追求舒适简单! 实木地板,电视柜柜上塞满了书籍和玩具,让小女儿能自由自在地玩耍! 话说,小女儿是不是更像爸爸呢? 环保木质地板的休息室,相比地板砖,是很多孩子家庭的首选! 在墙角处,还有一个根据女儿身高定制的书柜,让孩子愉快玩玩具也能轻松享受书香时光! 百叶窗造型的窗帘,明亮又通风! 甲敬文家还有一个大大的阳台,看着步步这表情,就知道有多惬意了! 在大阳台上,还肿了许多绿植! 一家人在阳台上晒太阳,很是幸福舒心! 在甲敬文电视剧里,从小看到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满满地青春回忆! 如今,女生夜从之前的坎坎走向了幸福,虽然已经43岁了,但是却越活越年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